各位早晨 歡迎七星期一 照做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志泰 首先看看最新的風暴消息 1號的戒備訊號 和紅色的火災危險警告 現在正在生效 早上來說 我們看到天氣比較乾燥 不過留意熱帶氣泉 臘沙今天會逐漸影響管港 在早上的時間 臘沙閘在香港的東南 大約四百多公里 我們預料臘沙會坐在一個 西南偏西的方向移動 時速大概15公里 就會橫過南海的北部 早上來說 香港的離岸和高地 已經持續地吹強風 我們預料1號戒備訊號 就會在今早10點前維持 我們預料臘沙在今天的日間 就會最接近香港 在香港大概四百公里左右略過 我們預料在臘沙 和東北桂後風的共同影響之下 香港普遍的風力 就會在日間逐漸增強 而香港天文台 就會視乎本港的風力變化 考慮改發這個三號強風訊號 同一時間都要留意 雖然早上比較乾 但雷達圖可以見到 臘沙的一些外圍雨帶 已經影響南海的東北部 我們預料今天會有一兩陣的趙雨 大家出門口的時候 最好都是大地馬傘 接著就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測是大節多雲 有一兩陣的趙雨 最高的氣溫大概是29度 風過方面就會吹清淨的偏北風 離岸和高地就會吹強風 而稍後高地的風力 間中就會達到裂風程度 海就會有湧浪 大家就要遠離岸邊 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 節目方面 我們預測來的這兩三日 都會是風勢頗大和有趙雨 留意明早早 即星期二的早早 氣溫還會顯著下降 見到最低的氣溫 只是在19度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 都要拿一些外套出來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下次見